Sound On 我们就默默良心一件事情 这些悲剧发生的时候 你们心里有刻有一丝想法是说 我想要关心被害人 这台加害人 好像不等同于关心被害人 哈喽大家好 我是法白的站长桂志 今天一样要先来感谢赞助商正成集团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Sound On录音室所使用的录音器材 Rocaster Pro 这是全球第一款针对Podcast节目 所设计的多功能混音工作台 还可以透过蓝牙连接手机 进行电话连线访问 另外我们也搭配使用 Raw的麦克风PodMine 这支麦克风有经过优化 内建爆音过滤器 可以减少说话时 太兴奋大喊大笑的爆音 因为大部分的Podcast节目 聊到之后都会太嗨 都会出现大量的爆音 透过这个PodMine 就可以减少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如果法白的听众朋友 有考虑自己做Podcast的话 可以到法克电台的脸书社团 或是在Telegram上面留言询问我们 我们就可以协助你们 来接洽政城集团 今天这个一样是来到 站长跟庶民聊法律的小单元时间 那这一个礼拜 发生了一件重要的大事 这期因为聊的话题 比较刺激 所以我邀请我们的法白 大家一直期待很久 再回到我们电台的洛译 还有大黑 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个部分 哈喽 大家好 加一地方法院判决 加一地方法院基本上是和平的地方 很少有总部判决出来 但这个礼拜出了一个总部判决 这个判决一出来举过哗然 因为有一个杀警的嫌犯 他被判决无罪 消息一出大家都哗然 因为他杀警的画面 其实在两年前在网络上面 已经到处流窜了 所以当时已经造成一波舆论的恐慌 后来因为他没有办法 支付法院要求的交保金 所以仍然回到了看守所 回到羁押状态 但不论如何大家还是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无罪判决 感到非常愤怒 感到非常的不能接受 所以我们今天先请庶民来发表一下 他对这个判决看法好了 因为我们还是要跟庶民聊天 嗨 大家好 其实我看到这个判决的当下 并没有太多的情绪 但是比较多的情绪来源是 媒体的转载 而且他们的标题 通常都是什么民意沸腾 然后什么大家不能接受 或者是鉴定的精神科医师说什么 我不用管外界或社会的观感 就是一些非常煽动性 然后想要引起大家情绪跟对立的标题 可是就是我有稍微去看一下新闻之后 其实我会觉得 当然这个案子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 但是我有一个是比较法律层面的疑惑 就是说这一位凶险 他的确有做了伤害别人 而且害这位警察死掉了 那他的确有犯错的行为了 那是不是他的确就是有罪的 因为他伤害了别人的生命 可是因为他的精神状态 使他比如说他受了刑罚 不管是无期徒刑还是死刑 那可能这样的刑罚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或是改善问题 他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所以他的这个罚 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罚的种类 比如说精神强制治疗 或者是强制隔离等等的 所以我的困惑是说 那像这样子的比较争议性的案件 尤其又是精神病患所犯下的案件 是不是可以有罪不罚 哈喽我是大黑 我先回答一下大家很关心的话题 就是你在电视上或荧幕上看到 有人有警察被杀了 那为什么法官还是判无罪 首先大家现在认知到一个背景事实 也就是说成立一个罪 他必须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他真的符合 271条杀人罪的那个构产要件 也是条文上面写的条件 接下来他没有任何的那种正当事由 可以让他不要被处罚 比方说他不是正当反卫 然后他也不是无责任能力 无责任能力是一个新的专门名词 我稍微快速跟大家讲一下 也就是说他这个人能够 辨识他自己犯了什么问题 然后也能够控制自己 不要去做奇怪的事 但显然的 我们今天这个嘉义的刺警案 这个祖先他虽然有真的杀人 他在荧幕上 大家看到写玲玲这个杀人的画面 但是法院从各种的专业鉴定来看 他可能没有办法辨识 甚至或控制自己的能力 所以到最后才把它说成是无罪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法律上 要看要不要成立罪 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 你要符合条文上面的文字 第二个 你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杀人 比方说正当防卫 第三个 你已经能够辨识自己的行为 而且你也能够确实控制自己的行为 那再强调最后一次 这次的嘉义地院 是经过专业认定 发现说 祖先他没有办法辨识 或控制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少了一个条件 最后才说是无罪 这就要回到刑法第19条 刑法第19条已经明确规定 就是说就是如果你就是精神障碍 心智缺陷在行为时的时候 那法律就不罚 所以回来晚真刚刚问题就是 其实法律已经明确规定 就是说 其实他是不需要被罚的 他就是无罪的 不罚跟无罪 有很多民众说 我当然可以接受说 他是精神病婚 他应该治疗 我们不要处罚他 主要他没有意义 可是怎么可以说 他对他的行为是无罪 他还是应该要有罪 因为他就是做了这件事情 不是吗 我想大家是卡在这个上面 但这真的是一个极限 我们这样讲好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 一个人有做一切事情 是有罪 我们这样讲不对的事情 为什么要处罚 因为他知道 他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 他不是说我现在 我打王邻玉一拳 我打大黑一拳 我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知道我在一打他一拳 会对他造成伤害 所以我不对 因为我做了一件 我知道不对的事情 可是如果一个人 他并不知道 他在做一件不对的事情 他完全没有认知到 而且他这个没有认知到 是生病的 那这个真的是要处罚吗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 要避免这件事情 对一个正常人 他别说对我 我不要打大黑的事情 就是说若一你不要打大黑 你打大黑我要处罚 你OK我知道 可是如果我今天生病了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完全不知道 我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这时候 我就打大黑了 这时候处罚我会有用吗 我想这个在法律 在设计上的时候 其实他想要去 凸显出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对于一般人 跟对于有精神病患 好像是不是我们在法律上 我们要有不一样对待方式 才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 我觉得这几天 去跟网友们的互动 我发现到一个现象 这个精神病患 要不要处罚是一回事 大家其实最深层的恐惧就是 像这样的祖贤 他如果无罪了 然后回到社会上的话 会不会为社会 带来更多的风险 那也像是 今天我们在录音的时候 台南高分院 他就认为说 这个东西祖贤 要可能再犯 所以他就下了预防性纪 所以法院的角度 跟普罗大众的角度 都觉得说 把他放回去 会对社会造成影响 会造成这个秩序的恐慌 我想这是大家 最深层的恐惧 也许不一定是处罚的问题 而是说这样的精神病患 在社会上走的话 大家会有一种忧虑 但我其实蛮可以理解一般人的 有忧虑就是 因为就觉得不定时的炸弹 对很多人来讲 就是一个精神病患 确实随时可能会有攻击的行为 我觉得我其实蛮可以理解 一般人 但其实我自己会觉得 就是有个小问题 就是我们传统社会 好像对于精神疾病这件事情 本身是没有自觉的 我们可以看到超多情绪 就是大家就会觉得 就是精神病不是病 甚至身旁的精神病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那不是病 那不然那是什么 他们会觉得你想太多 好比说可能 如果有亲戚得了忧郁症 他跟身旁人讲说 对他有忧郁症 身旁人就是 没有你想太多了 没有人把精神病当作一回事 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父母 对于自己小孩子 得了精神病之后 不愿意承认 所以我会觉得 我们现在讨讨这些问题 会有点事后 我们在讨论一个精神疾病的人 发作之后 照对这会产生危害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预防 这不太对 而是应该要怎么样去 针对一个精神疾病 他本身已经得到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会治疗他 这就是集体整个社会 在这件事情上教育 必须要让每一个人 都有这个病逝感 好比说我觉得 我身旁很多人 对于忧郁症这件事情 就是有病逝感的 忧郁症当然是不会残害别人 可是他是会残害自己的 那这个病逝感就开始 或是透过教育 跟各种方式的机构 去建立起来 我觉得这其实才是 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情 可是那也很麻烦 我没有想要诋毁 这个疾病的意思 可是还有一个典型的难题是 你要怎么去辨识 他是正在讲 职场上面真的有人这样子 他就跟你说 我有忧郁症 他没有去看医生什么的 但其实会一直讲 这蛮重点 因为蛮多一般的人在留言就说 那我会去装风卖傻去 去杀人就好 我确实刚刚蛮耶语的 也许会伤到一些人 但我想要点出的就是说 经验上这种也算多数 所以这边可以 顺便业配我们的影片 我们之前不是跟范科学 有拍那个 视觉是调整的 那个判断程序 我会觉得很多人会觉得 我是不是以后可以去 装风卖傻 那我就去杀人 可是我必须坦白讲 这种言论 我觉得很可怕 家里地医院认定这个人 他有精神疾病这件事情 不是靠感觉 不是我觉得他有精神疾病 就有精神疾病 是一个专家 一个各种的专家 学者组成的一个团队 透过非常严谨的程序 去鉴定出来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件事情突显的问题 是很多人就说 那我以后装风卖 要去杀人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你真的觉得 你有装风卖傻 到那个程度 可以让好几十位的 专家学者鉴定出来 没有发现你在装 你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吗 那个台中荣总 嘉义分院这次的 组成的这个 沈正哲医师 他就接受采访 自处他是团队 所以团队里面包含 社公司心理师 心理师做心理跟智商测验 评估他的家族室 还有他的社会知识网络 所以有医师 社公还有心理师 那这些人综合起来的话 才能够立体的 有深度的去看他这一生 到底是不是 行为当下有问题 对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 你今天会觉得 看到这个判决 很不开心很不高兴 你是靠感觉的 你是靠你自己感觉 去觉得这件事情 觉得不合理 但这件事情做出来的人 是医生 心理师 社公司跟法官 他们靠他们的专业知识 所做出来的 这件事情做出来 就是是很专业 很严谨 做出来一个决定 我呼应一下Roy的说法 就是这次的对立 我觉得更夸张的点 要凸显一下 如果说你说网络论战 那很正常 任何争议都是如此 可是这次事件 是有人插槽 带头来骂 比方说苏贞昌 比方说警政署长 比方说 黄明志 官长 对一些KOL 这些KOL 或者是政府单位 他们在未经查证的情况下 就说一些 比方说鉴定的不是 你看像苏贞昌就有说 这样的鉴定 只有一个人来做这样恰当吗 但如同我们刚刚跟大家报告 这次的鉴定 并不是只有一个人 警政署长跳出来说判决不公 那我们就要问他 你判决看了吗 我想起来一个更夸张的 法务部长 大家可以去Google 法务部长的新闻 法务部长在判决出来后 马上说判决不公 他觉得没有道理 但是记者问他说 你有看判决吗 他说他还没看 那一个法务部长 还没有看判决的话 就可以说判决不公 那种东西 真是前手未问 庶民要发言了 对 那庶民有另外一个衍生的问题 就是先跳脱刚这个案子 就是说假设真的有 像刚刚贵志所说到这个状况 如果有一些 他可能真的是装疯卖傻 比如说像本次的案子 他是一个团队做鉴定 那他可能就有一个结果 如果比如说我是被害人 这一方的意见 或者是我是被害人的家属 那我质疑这个结果问题 那我也质疑这个加害人 可能真的有这个装疯卖傻的嫌疑 我是不是可以主张 就是我要换一个鉴定团队 还是如果在法律上 可以怎么样去主张这个权益 可以 就是二审的时候 可以再鉴定一次 其实在一审的过程中 如果鉴定完了 有时候律师还是会主张说 觉得这个鉴定的状况不OK 希望可以再鉴定一次 那法官看状况 也是可以同一件事情 然后再请另外一个人来经历看看 那我觉得最可怕的 就是有些案件会 会得到一些完全不一样 鉴定结果的 根本就会让大家觉得 不该怎么办 回应一下刚刚王真提到 也就是说判断流程的问题 大家如果知道 就更能够明白 我们在讨论什么 法官他在做出说 这个嫌犯 有没有责任能力 也就是能不能控制 自己行为的时候 他其实可以有 自己决断的空间的 换句话说 鉴定团队做出一个认定 就会给法官参考 最终的决定权 还是在法官身上 所以就算被害者 以及家属觉得说 这个团队认定有问题 但是大家要把矛头 要放到对的地方 最后的决定权 还是在法官身上 但是法官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不是随便就做出决定 他会在判决理由书 里面当中提出 他为什么踩 鉴定团队 或不踩的原因 所以大家如果要在 上诉的过程中 去表示进一步的不满 还是建议回到判决理由书上面 那我是还没有时间完全看 我大概听其他朋友说 判决书 我是说嘉义地院 这次的判决书 大概有好几十页都在描述 有没有责任能力的问题 所以大家还是先把 几十页的东西先刻完 再来好好的判断说 法院到底有没有错比较好 你应该也很有感受 就是说 公家机关可以给的钱 所以那个 鉴定品质 也势必要供底时间 你很难期待人家 拿供底时间的钱 然后盖出101大楼 我昨天也整理了两个 所谓的鉴定品质的隐忧 第一个就是钱的问题 因为他们这次来鉴定的话 可能也是领个几百块 那应该是旅费 就是来法院陈述的那一天 我当然不是专业人士 但是我从网路上 片面得到资料 以他为准的话 假设 他的金额是不高的 金额是不高的话 你可能就要舍弃掉 你原本的主业 大家知道在台湾 他没有专责的精神鉴定团队 他都是比方说 像这次的医生 他在台中荣种工作 那你就把他叫过来 为这次的案件 做一个任务性的编组 弄完就解散了 所以换句话说 他要把他主业放掉 然后来领一个很低的钱 然后来做一个风险这么大事 这是第一个隐忧 第二个 正因为他风险很大 所以他会背负很重的骂名 像这次不就骂得很惨吗 你是不是随便乱鉴定 你是不是怎么样 你最好家人被捅 怎么样之类的 所以你钱领的又少 然后你又被骂得那么惨 所以很多医生 在这次案件之后 媒体去采访 就说这种案子 他之后就不要接了 所以人才越来越凋零的情况下 你要去期待 鉴定品质的提升 那不就是一个很讽刺的对比吗 但我想如果钱够多的话 应该还是会有人愿意做 不是说为了做这 是为了钱 我觉得钱是一个 很根本性的问题 如果来这边 做鉴定人 然后来这边开庭 因为鉴定人要到法院去 陈述自己鉴定的结果 然后要接受 检察官跟骗户人的提问 因为你的意见 是重大的影响 你总是要让人家来问一下 你这边为什么这样鉴定 你为什么这个鉴定结果是看这些东西 那有时候坦白说 鉴定人到法庭上面 有时候很多心情都很差 因为假设这个鉴定报告对我不利的话 我是律师 你就会开始去羞辱他 说你这个学历 你是读心理系的 为什么你跑来做这个 然后或者说 你的硕士论文 感觉跟这个没有关系 那你怎么证明 你是有这样的专业 就开始丢这种很讨论的问题出来 但是在法庭上面 你不得不这样做 因为那东西对你不利的话 你要把它打掉 我就觉得说 当鉴定人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 很痛苦的事情 你要在法庭上当上帝 领的钱少要被骂 这真的是吃力不到了 那真的是当上帝 因为上帝就不需要钱就可以活 吸空气就可以饱 我想到 小丑里面有一幕就是这样 就是小丑 他在里面就是 主角就是做智商 然后有一天他就说 明天他说你之后不能来做智商 因为政府把 就关于这方面的这个经费砍掉了 政府根本不care你这种人 我觉得其实一样道理 就是凸显出 就是我们其实根本没有花很多的 精力时间跟财力去关注 我觉得这很好 因为很多民众就会觉得说 台湾钱又没有那么多 干嘛花在这种地方 很多小朋友没有营养午餐吃 不觉得每次只要讲到钱不够 后面就会接很多小朋友 没有营养午餐吃 营养午餐为单位 对 营养午餐就会出来 逻辑谬误是很明显的 就是说钱不可能只花在什么地方上面 比方说营养午餐 所以撇开那个谬误的话 其实深层的恐惧还是刚才讲的 大家不喜欢精神疾病患者 他们对他的物名化是相对高的 所以不希望他们在社会上流动的话 把他们关到监狱去 好像扫垃圾一干而净这样子 那是最快的 所以也不用花任何时间去 比方说赔礼也好 或者是社区的棺材也好 这都不用做 这要花钱的营养午餐 那不如放到监狱去 眼不见为净 现在会变成是这个状况 刚才讲到台南高峰院 比方说这次下预防性羁压 然后他把它关到看守所里面 那问题是看守所不等于医疗院所 对 无法治疗他 对 他的设备 在比方说羁压期间 假设羁压半年 那这半年期间 他可能没有受到医疗服务的品质 那他的情况会不会在里面而恶化 那虽然他在时间轴上面 两年前杀了人 但是在两年后的今天 他被政府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对待 那是不是也是某种程度上 政府在蛮行杀人 所以我们对精神疾病患者 你可以说他做错事 但是你要怎么让他回归社会 那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 因为不只是他的问题 如果他自己没有管控好 那他对于其他旁人的影响 是不是也会存在 我们不能够漠视这个存在 我蛮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说大家真的以为 我们与精神疾病的距离有这么远吗 我们与我的距离里面的硬师充 不就是得到思觉失调症 可是他在得到思觉失调症之前 他是什么 他是一个在法国得到大奖的一个导演 也就是说 你看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大家觉得还不错啊 你取得一定社会上的一定的成功啊地位啊 可是其实要是有一天 你可能就发生一些事情 然后那件事情让你喘不过气来 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让你守足无措 你也有可能会变成那样子的人 拿到这边那样子的人的时候 我们想想看 你会接受一个得到思觉失调症的人 会被自己还没有得到思觉失调症的自己 骂说你就是一个垃圾 你应该被清掉 你觉得自己可以接受吗 我帮若宜补充一个数据 107年未服务的数据 272万的人 曾经在107年去看精神疾病 那这200多万人里面呢 多少人是失觉失调症 去看那个门诊的大概是151844人 这个数据讲在大家吓死了 因为这个数字是接在我们这个集里面 就会让人家觉得这15万人好像都会拿刀杀人 绝对不是 你如果去看一些科普的节目 比方说我们才跟饭科学做的那一集 文荣大大去讲的那一集 失觉失调症是一个疾病 而且这个疾病跟感冒一样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为什么会感冒 病毒吗 那为什么会失觉失调症 脑内的多巴胺物质 现在最大宗的假说就是 多巴胺的物质产生那个失调 所以它也是一种化学反应 它是一种生理反应 就跟那个感冒一样 所以换句话说 有可能是先天以及后天的压力 所导致你的脑内多巴胺不足 产生失觉失调症 那就跟感冒一样 所以那15万人并不是说 他天生比方说前世造二叶 不就是这样 他可能是后天社会的压力 比如说感情失调 家庭破裂 或者是工作很忙碌 而导致的 所以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有多少后天的忧因 可以诱发失觉失调症 大家去满心咨问 今年2020年发生多少事情 肺炎就不用讲了 这个肺炎所带来的经济海啸 即将洗来 那会有多少人因此 在脑内多巴胺失调 那我下一个小结论就好了 我们在时间轴上面 我们看到 加益莎金安这样的失觉失调症 我们如果很痛恨他 我们不禁要咨问 哪一天因为海啸的关系 我们自己也是失觉失调了 谁来关心我们 我觉得大家还讲这是重点 就是我觉得 应该要把这个愤怒 转换成更正确的地方 就是我们应该要 想办法去建立起一个 应该这样讲好了 我们可能社会上 一般人的我们的庶民 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制度 可是或许我们重新去省思 跟反思 我们对于精神疾病 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改变 不要针对那群 有去看精神疾病的人 觉得有一些负面 有跟污名的一些影响 好比说我讲难听一点 我家一对亲戚就是这样子 他们就是针对一些 就是一些精神疾病的 就是觉得你就是想太多 改变这种态度 我用一个方式来做举例好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 陈时中那时候 大家问说 为什么不公布 就是得到肺炎的人 住哪里 为什么不公布他的资讯 根本不公布他的名字 陈时中怎么回答 他说 我们要希望每一个人 当他发现 他得到生病的时候 他要主动通报国家 让国家来救助他 如果我们把他一切东西都公布 他会觉得很害怕 他会更想隐藏这件事情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 我们应该要鼓励每一个人 社会上每一个人 我们都有可能会生病 不论是生理或是心理的 我们应该建立起一个 社会的氛围是 当你病了 你要勇敢说出来 去寻求正确的帮忙 而不是隐藏 而不是压抑 而身旁的人 也不是不愿意承认他得病 而是我们要去证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些杀棕案 这件事情给我们最大的启发跟愤怒 跟不爽 你应该用在这个力道上面 而不是花太多时间 去攻击这样子的判决 这是无济于实的 这是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体悟 如果只把愤怒用在 比方说特定的精神疾病患者 那就会形述一个氛围 就是这个社会 不想要帮精神疾病患者 我们只想处之而后快 就会让更多的精神疾病患者 潜在的 就害怕面对社会 那害怕久了之后 会产生什么压力 进而直变成为 这是对社会的一些恶害 那我们就无法想象了 好 那因为刚听到 洛毅跟那个大黑的分享 就是我想说 因为我是一个 没有法律背景的普通人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心态的转变 就是其实我自己 比较真正可以接受 像这样子的判决结果 主要是我之前 在做其他节目内容的时候 去了解过汤姆雄的案件 那那个案件是 就是我们现在也在 邀约的翁国宴律师 那那个时候他有去 就是跟这个嫌犯 就是了解啊 对谈啊 然后去看他的成长背景 跟环境 大家都知道 汤姆雄的案子 他是伤害了一个 十岁的小男生嘛 那大家都会觉得 好可恶哦 你怎么可以杀人 就杀人 你还杀小孩 就小孩真的没有办法 对抗你一个大男人 可是我后来才知道说 这个真性的嫌犯 他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 他从小爸妈 就是跑夜店 夜夜升格 然后把他自己丢在家里 他十几岁的时候 爸爸跟妈妈就离婚了 那他必须去赚钱养家 养他爸爸 那因为没有继续念书的关系 所以他必须去做工地 做出货等等 那他可能 因为正在发育的关系 所以他身体的骨骼啊 或者是一些发育的状态 并不是很好 就是很早就受到损害了 以至于就是他在交友的情况上 也不是很顺利 因为他可能学历不好 外观不好 那他的工作范围也都是跟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一起相处 那还打不进那个圈子 那后来呢 就是真的让他犯下这个案子的那一年 他跟交往七年 反正就是爱情长跑多年的女友分手了 他觉得他人生真的很绝望 他也尝试过要自杀 可是他很胆小 就他真的不是一个身性就那么坏的人 他完全做不到 所以他觉得那就让国家来杀死我吧 所以他做了一个这样不明智的选择 可是就是也想说可以请问三位的意见 就是我们虽然可以接受 就是可能这样子的犯罪人 他有他不得已的背景 或是不得已的状态 或是有各种社会或环境 或他成长的压力 导致他变成这样的状况 他也是非常不愿意 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以至于他伤害了别人 就是我们都理解 可是另外一个方面是 他也确实伤害了这个人 那这样子被害者本人 或是被害者加速 他要怎么去理解 因为我相信社会上 有一部分的声音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去接受 或没有办法平静下来的 应该比较多都是那些 有真的接触过负面经验的人 那他们要怎么样更去理解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犯罪 被害者的一个处理的机制 我们整个社会都把关注点放在 加害者怎么样被制裁 但其实你反过来 有人关心被害者吗 我相信对被害者来讲 加害者被制裁了 那只是对他来讲 可能只是关心的一小部分 更大的关心是 可能在我们心理上的机制 怎么样把它重新生活建立起来 这金钱的赔偿跟补偿上 我们国家有没有其他的机制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能反而 比较要去关注的一个议题 因为我们都挫把一件事情 就是加害者的制裁 等同于被害者的救赎 但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回一碗这件事情就是 应该是要关注这件事情吧 我们每一个社会的人 我们坦白这样 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当下 你要怎么让大家去关心国家大事 对我懂 但是我们就磨磨磨良心一件事情 这些悲剧发生的时候 你们心里有刻有一丝 一丝想法是说 我想要关心被害人 制裁加害人 好像不等同于关心被害人 这件事情 你不能说等同 因为等同是百分之百 可是他们会觉得说 那是百分之五吧 百分之五你不能说不重要 它是重要的 因为它是正义的象征 你不可以没有正义的扫生 我们没有办法说 然后空谈里面 我懂我没有办法回答说 对它是重不重要 或是占百分比多少 我没有办法给一个数据 但是我觉得我们反思这件事情 就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假设你认为是百分之百 我今天这样跟你讲 就算是百分之五百分之一好 你要怎么设服大家说 那些事情更重要 我坦白讲 在这件事情立场上 我没有办法 第一这并不是我的专业 第二这并不是任何的 那你怎么变成 你觉得这些事情比较重要的人 我以前甚至在那个扣音节目 我打电话去 就是去骂非死联盟 真的假的 你做过这么经历的事情 你倒白了 真假的哪一台 我好像TVS吧 但是我没有打进去 就我打进去 我想骂 但是就是没有打进去 但是我投票就自私行 就是在电视机前面 就是骂 就是非死联盟的高永成律师 你骂过高永成律师 就在电视机前面 对 但是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就是我这样讲 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讲 可能会刺恶 但是实际上就是读书 我原本对实习的看法就是 我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支持我愤怒 可是我发现 我读得越来越多关于死刑 或者是说这些案件理论之后 我了解更多事情才发现 原来没有我想象中这么简单 如果没有我想象中这么的简单 我生气好像没有这么用 或是也没有这么样子意义 所以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换个例子来讲 那你读过哪些书 好比说张娟芬的杀戮的艰难 但好死刑的 他用比较白话且温柔的方式 去讲这件事情 我蛮推荐大家去看的 好比说我妈妈也原本也是一个 就是坚定自知死刑的人 可是也看完这本书 接着他就看了其他的事情 他有一天跟我讲说 坦白讲我已经不知道答案 因为他觉得 原来这些事情背后有这么多 复杂的东西 原来这些事情 并不是大家想象中这么理所当然 原来他对于一个案件的判断 他一直从新闻标题来讲是不够的 后面有更多更多这个人伸张的背景 犯罪的过程 犯罪的动机这些东西 他把它完全了解之后 他反而不知道答案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我也是这样慢慢被启发的 当我看到一件事情的复杂程度 我觉得我想法就是会改变 对 当然我们的受众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这样子的素质 但我们必须要花为更大的力量 就让大家了解一件事情 并不能靠新闻标题 并不能靠新闻内容 我就讲到重点了 怎么让大家感觉到 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法律办法很存在的意义 我讲大家会这么情绪这么高涨 我觉得那个因为大家来自于 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居然被搞砸 你杀人 而且杀人是警察 居然可以无罪 杀人则死这个声落在台湾民众心中 杀人则死这件事情 真的有办法帮助我们的社会秩序吗 而且更进一步就像刚刚路易讲 能够帮助被害者家属贫富吗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因为我在教课的时候 我是说大学部的时候 有教育堂是死刑的存费 然后我就给他们看了十分钟的影片 我没有在混 我只给他们看十分钟 有一个片大家去Google一下 明氏意愿堂做了一个纪录片 它的名称 抬头叫死刑行不行 那里面就有三四个 触发死刑的命案 那我的重点是 他要去访问被害者家属 死刑已经执行了 可是被害者家属 他的表情跟言行 都还是非常的 无法忘怀 甚至是非常气氛 所以我们就不禁要问 杀人则死这个命题 真的有办法 就是让被害者家属贫富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有去看一些文献 像一些国外的支持者团体 那些团体 他一面干部 他曾经也是被害者家属 那他们就说死刑的存在 并没有办法 让他们感到贫富 他们需要死刑以外的 长期的支持 那这个具体来讲就是社工 回到刚才洛宜讲的 我们如果鸟看下去 这整件事情 到底你不爽的点到底是什么 不爽的是没有人死 还是你自己害怕 精神疾病在路上啪啪燥 还是你真的关心 被害者家属的心情 那你大家可以 满心自问一下 你到底是哪一个形态 那如果你真的支持 被害者家属 那你希望我们把力气 用在社工系统的建立上面 而不是去批判说 这个判决到底好或不好 就是说 看到任何事情 你会愤怒的事情 我们可能要冷静一下 对 因为我们这个愤怒 可能并不是这么的精确 精准 政治人物都不敢出来讲一些更 引领大家的话 对啊 引领大家的话 大家都是配合啊 配合名义啊 我觉得确实 讲一些让大家听得会开心的话 那种种若若讲一个支持上诉 对啊 就是笑笑啊 支持上诉是支持哪方面上诉 他本来就要上诉啊 的确是蛮可惜的 对啊 因为蔡英文 对啊 我也觉得 最近的支持率不是上看八成吗 对啊 你在一个八成的前提下 讲个话引领大家改变一下想法 你调个一两成 你有那么心疼吗 当然我这样讲 有点站着说话不要疼 但我的意思是说 上看八成的一个总统 国家元首 全民的精神象征 你在一个关键时刻 不止没有讲出 我用词是不止哦 你不止没有讲出一个 可以让大家往前走的一个话 你不讲就算了 你可以保守 但是却踩到了 司法独立的红线 对啊 总统支持上诉是指 因为上诉意味着 认为原审应该废弃 这件事情 政治人物们的反应 确实我觉得是 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他会那样讲 但从我的角度来讲 就是令人失望的 你觉得为什么 他们想要这样讲 就是他是呼应 社会大众名义 就讲一些话 让大家开心的 而且两个判决 前后非常紧 一个是太阳化 那个323的那个案子 另外一个就是 刚才嘉义刺警案 323那个 大家早就忘掉了 对不对 两个都算是 有点沿上 至少323那个判决 部分的反对者 是骂得很凶啊 爽啊 这个天理照张啊 总统在两个案子 这么密接的情况底下 他却选择对后者 表示言论 那是不是有选择性 那我们不采设他 回到最根本 还是承判独立的问题吗 总统这个高度 你去对一个 个案判决讲话 会不会有让人家 把手伸到司法权的 那个感觉 这个印象是非常不好的 那你在这个印象之下 如果你在第二任任期里面 你要讲司法改革 那不就会减损 你的正当性吗 我个人认为是 可以再多试团一下 那如果反过来讲 蔡经文出来 就是跟大家说 大家冷静 我觉得嘉义刀得非常好 这样是OK的吗 这个地方有一个60分的 说话门槛 就是至少你可以这么讲 呼吁全民 尊重专业 然后尊重司法 一切留在司法 进一步深圣调查 然后让我们把 要点放在社会安全 网上建立 这是一个60分的 及格说法 但是显然的蔡经文 并没有往这个方向走 有可能我们这样的参议 只能触及到某一部分的人 改变某一部分人 或许可能是像我这样 就是我 就是愿意聆听法科电台 对对对 或者是我是会看这些 可能网络上科普团体 或什么什么的 这倡议的人 可是可能有更小的族群 或更上面的族群 或是更其他的族群 他可能比较适合 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打动 但那打动的契机 我就不是很确定了 完全同意 婉真说的破口说 我们举个数据好了 我看检察官的朋友 我们在脸书上complain 他说如果是杀人案的话 其实那种情杀 或者是仇杀 或欠钱不还的那种杀 都远高于精神疾病患者的杀 所以同样都是杀人 我们在知晓事件的时候 看到心远 看到仇杀 情杀 都觉得没什么 然后就去爬你的卢肉饭 可是你看到精神疾病杀人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把卢肉饭放下去 然后大骂电视 你不觉得这个落差很大吗 同样都是杀人 然后那种高比率的你不生气 然后你却生气一个比率很低的 这个某种程度上 可能反映出就是恐惧 他把精神疾病污名化 然后把它想象成是一个 这个不定时代的啪啪照 所以对生命安全的恐惧 让他把很多事情给扭曲 甚至扩大 今天这个杀几案 总之在社会上引起 非常多的讨论 那法白也利用这个机会 录了这一集 那简单的讲一些 我们自己的想法 也请婉珍分享他自己 不是法律人的一些心得 那希望这集 对大家来说 都能够有一些收获 那总而言之 这个案件 不管你觉得OK 或者是不OK 他都要上诉 所以他接下来会到 台南高分院去 那这个案件保持100% 一定会到最高法院去 那最高法院 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 这类型的案件 都会疯狂的更神 所以未来其实这个案件 它还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来去观察 他后续的相关的发展 以及后续其他的法官 根据同样的计刑资料 后面的法官一定会看到 前面的鉴定团队 做的鉴定报告 当然后面的法院 他每一个法院 不排除最高法院 那最高法院的难度 都有可能再请 相关的专家来做鉴定 同一个案件 同一个事实 同样的资料 不同的鉴定人进来鉴定 不同的法官进来判断 到底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其实我们也都不知道 那我们就是静静人 来等待后续的相关的 判决的发展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 回到刚刚洛宇跟大爷说的 我们还是希望 大家一起来关注 真正重要的议题 我可以补充一句就好吗 像我们听众 如果要跟你的亲朋好友 聊到这样的议题的时候 我们也许可以推荐 他两个影视作品 当然一个是去年本土的 所谓我们与二距离 第二个也是去年非常红 甚至去年得了那个奥斯卡 就是小丑Joker 这段部片都是描述 精神疾病患者 在这个社会当中 如何走向我们旁人觉得 比较不能忍受的一个地步 那大家可以透过这个片子 让亲朋好友 比较软性的去接触 这样的议题 也许他们就可以 更容易同理心 然后愿意往前一步 去思考他们的成因 然后以及去思考 他们的主欲 总而言之 这集在厉害的话 被大黑跟若毅 讲完的情况下 我们自己就到这边 解释 谢谢大家 好 大家再见 拜拜